主席 各位委员 各位行政官 我们请主委 请主委 主委已经自动请英了 那么我对您 不是自动请辞 不可以自动请辞 谢谢廖委 我们愿意上前线去打仗 谢谢廖委 没有回避任何责任 我对您 这个秩序是经济气象局也很有兴趣 所以显然你们在会里面 应该各处直视自己的业务 提供给你一个很重要的参考 让你可以面对经济部长 面对行政院长 甚至总统的时候 能够将整个国家的经跟财 经济财政的整个规划 能够有所建议 那么现在我就想请问你几个问题 刚刚也有委员已经提问过了 我们现在最大的挑战 就是TPP跟RCEP之间 一个是美国 一个是中国 我们到底要站哪一边 你认为我们要站哪一边比较有利 能够参加我们每一个都参加 因为基本上 那个TPP它本来也是亚太地区 原来是四个国家组成的 所以也是等于像APEC一样 里面的一个刺激 就像四个国家组成的 它原来也不是美国在主导 原来像新加坡、文莱 这些国家四个国家组成的 所以到最后越来越多国家 变成美国也参加进来 那日本也要参加进来 像这样 但是在另外亚洲地区 过去有不断的演进 各种不同的倡议 像日本也有以前的东亚 东北亚的共农圈等等 它有各种不同的倡议 在那个地方 所以基本上它有这样 但是最终 我们是希望努力的 就是说像一个APEC APEC这样子的一个组织 是亚太的经合的组织 它的会员能够成为一个 完整的自由贸易区 这是最好的一个境界 所以你也知道 这个所谓的区域整合 基本上是大国在玩 那么台湾以2300万人口 这样的一个规模 在这个整个所谓的区域 经济整合里面 或者是经济区域整合里面 好像摸不着边了 我们现在 连中国也都很紧张 否则它不会去搞这个RCEP 也不会去搞这个中日韩 这个FTA 它宁可放弃 或者是暂时搁置 对我们所谓的 钓鱼台的这个争议 宁愿就是跟日本来谈 它的FTA 这个一定有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目标在里面 策略在里面 那么当我们面对RCEP也好 TPP也好 甚至这个FTA 还有现在的这个 东协10国加3 加6这个状况呢 我们何以自处呢 你这个气象局的局长 何以自处呢 我们应该走哪一条路 报告廖委员 您对这方面的关心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那是根本的 基本面的部分 那基本上我们国家的政策 是朝多元化的方向 因为一个就是多边 WTO 这个我们一年大概都参加 上千场次的会议 WTO 这是多边的 我们再走 另外一个就是双边的 双边的就是我们跟 中国大陆ECFA 还有包括新加坡 包括纽西兰 甚至我们跟中南美洲 五个国家 前四个自由贸易协定 这都是双边 那介乎其中的 这叫做复边 那复边就是多于 两个以上的国家 所组成的这样的 区域经济的整合 所以这里面 我们是多边的方向 那目前我们比较遭遇到 困难的就是复边的组织 因为复边的组织的话呢 他要考虑的因素 政治的层面的因素 等等都会放在里面 但是这个部分 我们继续努力 但是对我们切身 最关键的 还是双边的关系 我们必须要持续 单独的 跟国一国之间的关系 对对 那叫双边的 那这个部分是 我们过去五个国家 中南美洲五个国家 签了四个自由贸易协定 所以因为你要规划 很多事情我知道 但是我问你一个问题 是 我们中华民国 有没有可能暂时 搁置太平岛 太平岛的南海争议 跟 钓鱼台的 这个东亚争议 来跟这个周边 进行所谓的双边关系 有没有可能 这个包括廖委员 这方面 不是你的事 不是我所长 不是 你不要把什么事情 说这个经济部 或者是 这个主席总处嘛 你总有你的看法嘛 搞不好你将来是行政院长 我先问你啊 我现在不谈抛弃啦 而是说双边的经贸 我是说双边的经贸 关系都可以去加强 是 但是你看现在台商啊 你要让他们回到台湾来 我们有什么条件让他们回来 台商都很犹豫 是 所以基本上是要去把条件创造出来嘛 那今有什么条件吗 因为台商回来 因为每一个国家要吸引 他自己的企业界回来 自己的本土 那个每一个国家状况不一样 但是我们台商回来台湾 据我接触的一些台商 他们最大的困难就是 劳动力不够 基本的劳动力不够 这个我们都在解决嘛 目前都在解决嘛 是是是 那我现在想问你的 因为时间不多了 这个经建会 过去有一个口号 我到现在还是听不懂 有什么产业有家 家有产业 谁的家谁的产啊 有什么成果 你简单告诉我 产业有家 家有产业 有什么具体的成就没有 我先花半分钟跟料 半分钟就好了 什么叫做家有产业 产业有家 产业有家 就是政府要去推动六大新兴产业 有各种不同的产业 在那个地方 我们希望把这些产业找到家 应该适合在哪些地方 来发展 这是从中央往地方看 但是家有产业 就从地方往上面看 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优势条件 适合发展什么样子的产业 所以一个是家有产业 产业有家 然后呢 我们把双方面做媒合起来 把它拼成一张台湾的地图 哪个地方是应该发展 哪些产业 现在已经整个都规划完成了 规划 对 所以现在的话呢 我们进行总体的一个区域方面的一个规划 它我们有 整个台湾来讲 我们总共有五个区域的平台 然后透过这个平台 希望能够去地方上 针对它要自己的产业 提出来规划 我们说在预算里面 编列的要 到这个 来补助方面来做对话 五个区是哪个五个区 我这个 有没有东区 有 东部是一个区域 绝对不会忘掉 我现在就要问你东部 不会忘掉 我现在就是要问你这个东部 这个花东基金 是 花东基金 我看你们今年的预算有点紧缩 是 这个 开发的计划 发展的计划是有成长 那贷款的计划好像要减少一点 是不是 但是我跟廖远报告 因为实际在第一年 今年 总共编列了40亿的预算 实际上只用了5亿 那是去年嘛 第一年当然少啊 今年可能会正式进入正轨 明年编的预算 明年编的预算 所以今年实际上执行下来 还有35亿在那个地方 我们把它滚动 把它放到第二年度一起在执行 不过我们整个加起来 大概有60亿 也没有播补40亿 要播主要播主 OK好既然播主 那就问你第二个问题 这个廖远您很关心这个提问 我们一直在在盯 东部这个这个花东基金里面啊 个人以为要带领整个东部的发展两个指标的一个建设 一个就是东部的快速道路 第二个就是我个人呢一直推动的南岛文化园区 但是我看你们金星会对这个好像兴趣缺缺呢 你如何让东部也能够发展出产业 没有就围堵这个观光 休闲 会展这样的一个产业 现在两个地方都没有 我要求这个行政院来做研议 关于南岛文化园区有没有成就的可能 你们能不能做这样的一个规划 您是说以前就有要我们做这方面规划 有啊去年也提案啊 消息却如 我现在就正式提案了 那个主委 你们来做两件事情 关于东部发展基金 花东发展基金 这个 严厉规划一下 南岛文化园区的可行性 主委你知道南岛文化园区吧 你知道吧 我们处长跟我 我去公立了 你不要讲处长 我说你知不知道了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我 不是我们会里面没有 你在经济部的时候我就提过这个案子 因为那个部分实际上是应该是 所以文化部在去 文化部在处理的一个课题 以前啊 行政院是交给教育部去做研议啦 但是教育部研议就不了了之 我现在就要求经监会 你从更高的一个高度 从国家经济建设发展的一个高度 来帮东部帮个忙 来研议 规划这个南岛文化园区跟东部快速道路好不好 东部快速道路这个可能不是 可能是要交通部啦 但是南岛文化园区的部分 我愿意啊 来主动来协调相关的单位 东部官 我们做这方面的研议好不好 交通是建设之母嘛 除了你这个动脉没有做起来 东部如何去发展自身的产业 不要讲是跟西部连结啦 连自身啊 台东到花莲短短的距离 要跑三个小时的路程 那高雄到台北九十分钟就到了 我们还在撑那个半个小时到半天到一天呢 对东部来讲是非常不公平的 你今天既然设施了这个花 这个花东发展基金 你从里面 钱掌握在你手上嘛 预算在你手上 你来做一个原理来规范 您也知道 您也是催生这个花东基金啊 您也知道它是一个永续的一个基金 在那个地方 所以它是要 一方面维持东部的永续 另外一方面这个基金要永续的能够 就是给你规划而已嘛 规划研究 因为没有人家去投资建设不是啊 我们在协调相关单位啦 好不好 但是文化的部分 因为我个人政务委员兼金兼会主委 我是督导文创产业 我愿意呢 我们来协调文化部 大家一起来做这方面的一个规划 你给我一个时间 什么时候多久会会 会做出这样的一个研究 我们尽快规划之前的规划 再跟廖委员请教好不好 规划之前的规划 要有食指 不要石头 不会不会 跑出来 跑不了庙啦 是 OK 好 谢谢 谢谢廖委员